她是梅姨,她很活潑的 每早上都会去做运动 偶尔又会约朋友喝茶 不过最近梅姨心情一般 哎呀,那些人这么暴力 吓得我心扑扑跳 每当梅姨看到关于示威游行的新闻 都会很害怕,担心自己出街会遇到 或者出门回不到家 结果,日日都留在家 心情越来越差 当我们很害怕一件事的时候 很容易会高估了她的危险性 或者严重性 例如有人告诉我们 某些衣着的人做过坏事 我们就会联想到 穿同一绿衣服的人都是坏人 又例如即使交通已经回复正常 我们仍然会担心交通会有问题 不敢出街,宁愿留在家 我们有时真的会把事情想得太恐怖 令自己过分担忧或者焦虑 其实想真一点 虽然某些地方有暴力事件 但大部分地方都是安全的 所以在远离发生冲突的地方同时 都应该尽量维持日常生活 不用过度逃避 当觉得焦虑 可以做深呼吸 放松自己 然后就逐渐恢复外出习惯 一开始先去一些附近较熟悉的地方 之后漸漸去久一点,去远一点 初头也可以找个家人或者朋友陪自己 试试灵活地应对 例如和朋友相约在安全的地方见面 和家人商量如何面对突发情况 稳定多几条交通路线 如果有需要都可以乘其他车回家 过了一段时间 梅姨又回到社区中心了 职员见到她都很开心 Hello梅姨,很久没见你了 之前说怕出街会遇到突发情况 现在是不是没那么害怕呢 都还有点害怕 不过躲起来也不是办法 我想就算见到暴力场面 我可以选择逗一逗路 应该都可以的 那就好了 最近很多朋友出街 都不敢去得太远 其实我之前都不敢 幸好有个朋友陪我搭车 心里面觉得安全一点 出街见到实情 又没有我想得那么坏 现在没那么担心了 我想下次我自己一个人来都可以了 其实面对这些突发情况 我们可以 做松弛练习,减轻焦虑 尽量维持日常生活 适当的体能活动和社交 有助减轻精神压力 有需要就寻求亲友协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